豬油含有豐富的維他命D、D 而且不飽而脂肪酸 比飽而脂肪酸多 所以其實是一個很高營養的食用油 Angela很喜歡煮食 經常會研發不同的醬料 為了令香港人品嘗到最傳統的味道 每次做豬油膏 她都會去街市挑選新鮮的肥豬肉 黃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阻礙你一會 我想問一下 黑毛豬的豬肉味道較濃,又爽口 肥豬肉也較好 本地豬肥豬肉特別肥 因為本地豬是吃美國的黃豆料 粟米粒,所以要天然一點 肥豬好多 炸油就一流 整隻豬哪個部位做豬油最好 我會選擇肥豬肉和豬板油 肥豬肉的比例是10,豬板油是1 肥豬肉本身炸出來相對較少油 但會較少層變蜜 而豬板油的出油量很大 會較多層變蜜 我們為了豬油出來 白、正、英俊 10比1的比例就是最完美 豬油拌飯是60至70年代香港人的 集體回憶 豬油價格不高,香口惹味 自然成為平民因物 為了承傳這種味道 Angela花了不少心思 Angela,我真的很興奮 我們應該要炸豬油吧 對,每個都要平均 不然炸出來的豬油就不漂亮了 炸豬油之前 要先將肥豬肉飛水 去除雜質和腥味 我們可以開始炸豬油 炸豬油,但為何要加水 其實這是老師給我們的秘方 我們加少許水炸豬油 豬油就會特別白淨和清香 現在要攪拌一下 對,我們要不斷攪拌 最關鍵的是水剛收乾 但油還未迫出來 所以是最容易貼底 一貼底,一瓶豬油都不用 你們一直在攪拌 我一直在聞香味滲出來 很棒 是嗎 但要炸多久,有嗎 油開始出,我們就調小火 然後整個過程就是三小時左右 豬油含有豐富的維他命D 還有不飽鵝脂肪酸 是比飽鵝脂肪酸多 所以其實是一個很高營養的食品 我想吃甚麼最重要是適合而治 是的 豬油膏非常百搭 可以用來炒菜 唯一給我們品嘗最原始的風味 Angela就用了它 做了懷舊狗仔粉給我們嘗嘗 我不是平常吃得多 但我試過一次 是 豬油的香、的甘味可以出來了 很豐富 我簡直好像找到我儀式的味道 對,以前我就是吃這些東西 我發覺我們終於聯繫到了 你終於明白了,說什麼了,對吧 我們說什麼了,趁熱 ק 3 4 3 4 2 5 4 5 5 6 6 看到了